大家好,歡迎收看信網破壞股追蹤 我們今天要講的破壞股是 李福國際1212 股份主要在本港及內地經營百貨公司 受到上半年盈利好過市場預期刺激 股價昨天急升近6%之後 今早仍然繼續受到追捧 暫時最高升近5% 報18.32 突破了250天平均線 看過去近4個月 李福的股價一直受制於條250天線 今日破壞之後技術走勢好轉 現在的14天RSI升到72.5 剛剛進入了超賣的水平 投資者或者可以等待技術走勢出現回調之後 才再收集,作中場線持有 公司管理層對於下半年的中港銷售前景仍然樂觀 多間大行亦都看好李福 高城更加將目標價由21.9上調到23.6 以現價計有近三成以上的上升空間 李福的往績市盈率目前是14.8倍 息率有近3厘 以中港零售股來說,股值屬於合理的水平 多謝收看信網破壞股追蹤 希望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